那刚刚介绍了汇出单一张图片 或者是全部都把它变成图片 那档案汇出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的储存 这种的储存 它主要是为了商业印刷 所以它的输出的品质一定是高品质 高品质 这个的做法其实跟刚刚那种做法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去介绍了 而且PDF我们本来就会 储存以供另一部电脑使用 对了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你们应该都有印大海报的经验吧 请问一下 你给 例如说 以前你做大海报 是不是用PowerPoint来去做 还是Word 我不知道 反正对方都一定跟我讲说 麻烦你提供给我PDF 因为当假设我今天我给他Word字型的时候 那如果说Word里面有些字型 它本身没有 这时候一定会产生问题 到时候因为字型跑掉 所以我就说 你这印出来跟我的那个排版有落差 所以我不要了 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通常我们去给厂商不是给他PPT档案 就是去那个海报输出中心 海报输出中心不是给他PPT档案 而是给他PDF档案 他会比较有保障 好因为那已经变成图片的形式来储存了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 那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接下来想要介绍随身出版的另外一种 随身出版 这个里面 他会希望说你今天你给 例如说海报输出中心 包含字型 这点就很重要了 就是当你今天给他PUB档案 还包含字型给他 所以储存以供另一部电脑使用 他多了一下把字型也抓进去 这点各位应该可以理解 通常会跑掉的 通常会跑掉真的不是图片变小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可是你知道到底是什么会跑掉吗 就是字型 就是我假设我现在这台电脑有一个 我随便举例来说什么中立体 结果呢 我到了印刷厂 我到了输出中心 他没有中立体 这个时候会变成怎么样 会找最接近的一种字型就取代掉 那问题是你知道 星系民体跟标开体 他都会有一些差别的 何况是例如说不一样的字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储存以供另一部电脑使用 随身出版精灵 为什么要有他呢 主要就是因为 你可能 制作电脑 是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做 但是你要印的时候 是要拿去给海报输出中心去印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想办法把 你原本电脑里面所有的 比如说档案还有字型 全部都带走 所以这边有看到吗 内坎字型 好 所以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还有请问包含连结的图形 因为有时候你会去做那个超连结 这个时候他一样也会包含进去 好 下一步 假设我今天我放在指定的位置 放在这里好了 浏览 我放在低磁叠机 低磁叠机这里面 好 然后选择这个资料夹之后 我就放在这里面 不然我再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好了 方便等一下我们来去检视 例如说这个是随身出版好了 然后接下来随身出版 选取到这个资料夹 然后下一步 然后他这边说 要不要包含 Truth Type字型 我建议要打勾 那看样子 我还真的赶快应该要先教这个字型 因为我建议各位 思源字型就比华康好看多了 然后再有一个建立内侃图形的连结 有看到吗 我建议各位 全部都打勾 好 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完成 那到时候我们就去这里面来去看 所有的档案都在那里 如果你有使用到自行有自行档 然后连结的图片 不会受到 比如说有没有网路的问题 好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刚我刚刚做的 是不是放在这个随身出版里面 快速点两下 里面 现在就只有一个什么 自行档跟这个 Pubrature的那个档案 就只有这两个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个档案就是 这个内容 好 那就请你们来去做随身出版吧 好